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莫莉的牌局》 电影在最近因为奥斯卡而广受关注 可是在豆瓣上只有7.2的评分 没看过电影的小伙伴 我们一起来客观地看下剧情内容再做评判 莫莉的父亲是一个心理学家 他一直训练女儿不服输的精神 在训练女儿滑雪的时候 逼着女儿自己说出 累了等于懦弱 就这样把女儿培养成了一个滑雪高手 在平时的饭桌上 她也是对女儿毫不客气 表示等你自己挣钱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吃自己买的食物 随便怎么抱怨都没有关系 这样的成长环境 让莫莉变得比常人更加的独立坚强 成为了出人头地的人 考进了哈佛法学院 滑雪更是厉害到有参加奥运会的资格 不过她有一次滑雪受了重伤 整个脊柱被医院重新塑造过了 大家都说她不能再参加滑雪 但是她却依然坚持 继续取得了很多好的成绩 但是好景不长 在一次滑雪中 她不慎被一个小植物绊倒 摔得蹊跷流血 正当所有围观的人 记者都要赶紧送她去医院 连她一贯严厉的父亲都软下心 关心她的时候 她却推开众人 自己站了起来 之后她只能放弃成为职业滑雪选手 继续去读法学院 不过她选择休学一年 自己先去打工 为了赚得生活费 她只能去夜场工作 陪酒卖校 她可以一眼看出谁比较有钱 可以从谁那里再骗到一点钱 可以再给谁推荐什么酒 有一天一个常客问她 是否愿意在办公室里 给自己当助理 她欣然接受 这个老板虽然脾气不好 但是给的报酬十分丰厚 因为她做夜场赌博的 她自己不赌博也不抽成 因为抽成是违法的 她就在违法的边缘试探 靠拉客人收小费 等不用上税的方式赚钱 茉莉由于美貌 聪明被很多人赏识 其中的客人也都是不俗之人 比如有个大老板 每天来赌博 每天输钱 其实她只是靠着牌局 来认识更多的客户 靠着这里认识的人 赚了好多订单 茉莉也帮助她提高了牌计 得到了她的欣赏 老板看到茉莉赚的钱 比自己多好多 心生忌妒把她辞退掉 没想到茉莉由于手里 掌握着很多的人脉资源 花高价租下了酒店的豪华套房 来布置整个赌局 她过得一帆风顺 穿上了最豪华的衣服 住进了最好的地段 赌局也越做越大 但是树大招风 有一天晚上 她接到了FBI的电话 有人举报她 在她和律师的一番努力后 她获得了很轻的判刑 但是失去了所有的财富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